總統文在寅展開為期八天午夜的出訪行程 前往阿根廷參加G20會議 但在這之前 他先扮演起了韓國核電大使訪問捷克 推銷韓國的核電廠 捷克計畫在杜庫凡尼和泰美林兩個區域 興建核電廠 規模21兆韓元 2019年將會選定優先協商對象 核電大國俄羅斯、美國、法國、日本 還有核電產業的新秀中國 都對這項投資案虎視眈眈 競爭激烈不說 韓國核電工業技術 在歷經李明博、蒲警惠兩任總統的時候 大力支持之下攀上巔峰 但文在寅上台之後 宣誓去核 將推動轉型為以再生能源為主 政策大轉彎被批評 已經影響了韓國核電產業的輸出 先是已經取得優先談判權 高達22兆的英國核電廠案 今年7月正式宣告落空 2015年就開始推動 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合作案 也出現了變數 韓國在野黨批評 這是因為文在寅政府的去核政策 和核電輸出策略互相矛盾 因而影響了韓國核電工業 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 也讓合作夥伴產生了疑慮 清華台強調 推動去核是能源轉型 而出口核電則是要擴大 國家經濟利益 這是兩回事 並不互相衝突 文在寅趕在出席G20之前 先飛捷克 強力推銷韓國核電技術 希望能夠爭取到訂單 文在寅強調 韓國研發核電40年以來 一件事故紀錄也沒有 可見其安全性值得信賴 事實上 韓國近10年來 在核工業技術方面確實快速發展 國產自製能力達到95% 也是繼美、俄、法、中國之後 第六大核電技術輸出國 韓國境內目前總共有24座反應爐 還有5座正在興建當中 也是全世界核電廠和國土面積比例 密度最大的核電使用國 韓國發展核電的時間 以及歷史背景跟台灣差不多 但韓國把核電產業作為國家政策 請全力30年發展 從未中斷 韓國的天然能源極度缺乏 98%能源都來自於進口 是全球第五大原油進口國 第四大煤炭進口國 每年支出至少1700億美金 大約佔總進口比例的三分之一 韓國電力公司曾經估算過 在不使用核電的情況之下 要應付韓國經濟 以及工業發展所需用電的話 每年花在能源進口的預算 恐怕得在網上加個200億美金 就是這樣的背景 促成了韓國政府快速新建核電廠 以低價的核能電力發展經濟 韓國第一座核子反應爐 古里核電廠 由美國西部負責設計新建 1977年完工 隔年1978年正式啟用商轉 韓國核電工業也從這裡出發 引進國外技術的同時 從中學習 2007年韓國電力公司 聯合旗下子公司 韓國水利與核能公司 成功開發出了 韓國標準型壓水式反應爐 一舉晉升為當時第三個 具備自行研發核電技術的國家 從政策制定 財政支持 以國家力量來推動核電產業的輸出 隔年也就是2008年 20年前為韓國蓋第一座核電廠的 美國西部公司 和韓電簽署了3000億韓元的合約 由韓電向西部提供核導 以及輔助設計的服務 2009年 韓電跟利亞美法等老牌核電出口國 拿下阿聯酋2000億美元 四座清水核反應爐核電廠的新建案 此後10年 可以說是韓國核工業的黃金時期 由韓國電力帶頭接單 聯合旗下所屬的水電與核電公司 核燃料公司 再加上外部民間企業 包括斗山重工業 現代 SK 三星建設等等 各自分別負責各個專業領域 但提供的是韓國式的一條龍核電廠服務 和約旦 土耳其 卡達 沙烏地 阿拉伯等中東國家都有合作計劃 文在寅政府一邊喊去核一邊拼全球的核電輸出市場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在去年10月邀集相關業者 召開了核電廠出口策略會議 強調能源轉型之際 也正是加大力道推動核電海外輸出的契機 出口核電已經作為韓國的國家戰略 也是繼資訊半導體 造船 汽車之後 韓國奮力一搏的國家第四大出口產業 詞惑西言 优优独播剧也是路成員 韓國 каждый佛風 金除滅 我們下座